山豬島了 看一下這邊那麼多山豬 這個都是野生的喔 在這座島上大概有100多隻的山豬 而且這裡的山豬特別的優雅 只要聽到公主夜未眠的歌聲 他們就會紛紛地從山地面 趕快跑來這個 碼頭這邊討東西吃了 超多老鷹的啦 除了老鷹 這邊還有這個好像說是白朵翁是不是 很多鳥都在這邊等著祕食 謝謝大埔鄉公主 這個水庫節的活動 看一下好多人啊 這是真文水庫 到底真文水庫有什麼好玩的呢 我們一起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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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竹林裡面 我們要找找看地上有沒有冒出來的心筍 有沒有尖尖的 謝謝你 找找看 那邊有一根了 那邊一根冒出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 繼續 你去看看 這個 你登下來跟他拍一下 那邊有一根 對 那這個都是他的那個竹筍的殼 這邊 這一根就是 新長出來的竹筍 我們再去見面看看有沒有可以踩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些 還沒有長那麼高的 都還要再讓它長個幾天 這一根 比較高的 像人一樣高的 就是要準備要採收的 那一根如果沒有趕快把它採下來的話 它再繼續長下去就會變成竹子 這邊的這些都是已經可以採了 這個的話就可以拿來做純錢筒的 竹筒 竹筒 是要這種已經變竹子的 這是竹筍 剛採收下來的竹筍 非常的嫩 剛剛那個阿嬤說 如果這個採下來 沒有趕快交去工廠 這個就不能吃了 裡面還有很多 這樣一隻 這有這樣一隻肉可以吃而已 有啊 這樣好皮而已 頭部的都是 沒有啦 沒有啦 用頭部去吃肉 對 這樣 這樣 這樣一隻肉都比較多 比較堅餅 比較堅餅的都比較多 對啊 那邊也都 像這樣那個 它多長下去 結果可以吃幾塊而已 對啊 來到了 大埔冰林竹炭窯 要來體驗一下 做香皂 其實我對他們的竹炭的香皂 沒有什麼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邊有很多竹炭 我們先來參觀一下 再進去製作吧 GO 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很多竹子 這都是竹片 這個是可以導電 算是品質比較好的 這隻 這隻是活的 那它那個是什麼原理 為什麼會這樣 溫度還不夠 沒有 沒有的就是 我只要把 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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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了 這個才會 你看看這邊都有墊 等一下你會這樣就可以 你不要摸那個 你看這個 這個會有墊 這邊是正在燒的燭炭 800度 哇 這就是在燒燭炭的地方 裡面在燒的時候是有800多度 以前日本的老師傅來教學的時候說 進來這個裡面是不要戴口罩最好 你可以吸收到它的一個很天然 散發出來的這個氣息 我現在忍在裡面有點像烤箱的感覺 很酷喔 好 這樣 哪裡 這樣 前後這樣 你按這裡 一隻手拿 我們切了兩大塊的燥丁 然後加了一些些的燥炭粉 還有香茅的精油 現在整個味道都是香茅的氣味 很像 然後我現在要把燒冰煮到變成完全是液態的 很快要全部都融化了 好像巧克力 哈哈 巧克力嗎 大家看一下有沒有像灰苓糕還是燒煎草呢 我們的香皂做好了 前往下一站了 走吧 出山再往融合 嗎 你可以不會嘢 好嗎 謝謝 notebook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